只是长胡子啊,吓师叔我一跳。久久将木勺设回手中,又闻了闻旁边坛子里面的酒水,有些后怕滴到了剧,我还当会阴阳失调,变成不男不女什么的。 李长寿轻笑着地摇摇头,对小师叔的逻辑思路一向都是十分钦佩。 师叔,今天这卢丹药炼制完成后,我大概要闭关半年到一年,修行三昧真言。那几样酒,我都提前为师叔准备好了一年的份额,但这东西喝得多了也不太好。 师叔您还是适量饮用,就在那坛药酒旁边的架子上,老地方,半年吗? 久久收起那几只酒壶,将几只空着的酒壶随手放了上去,背着手从旁边走了过来,一本正经地叮嘱道。 虽说三昧真言从反虚境就可以修行,但这东西最开始需要燃烧精气神凝炼火种。 你千万别心急,炼法术炼到亏损元气,结果把自己弄得神虚气虚精虚,那就糟糕了。 李长寿含笑点头,继续埋头分离药草。 久久有些无聊地打了的哈欠,嘀咕道,我最近几年卡在瓶颈,修行突破都有些麻烦。 不过以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状况,卡几年瓶颈,莫名其妙,自己就突破了。 突破以后,就要闭关几年,有可能是几十年,可能你就很长时间见不到本师叔了。 李长寿笑道,师叔现在已经主修无为经了吧。 对啊,久久设来一张主意,坐在桌子旁,有些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,等你成仙了,也能修行无为经。 如果你资质好点,反虚敬就可以修行。 可惜。 对了,我听武师兄说,你师父好像也开始参悟无为经了。 嗯,师父两个月前得到了门内执事送来的经文,李长寿随口道,其实师叔这般心态,修行无为经最为贴切,不抢求,不多求。 久久眨眨眼,小长寿,你怎么跟咱师尊讲话一个调子? 李长寿道,先前久屋师伯也给了弟子一份无为经上卷,这些话不都是经文里面的意思吗? 原来是这样。 久久呢喃一声,坐在一旁静静地看李长寿整理草药,不知不觉就有些出神。 片刻后,小兽兽,你其实也挺好看的呀,嘿嘿嘿,之前怎么没发现? 嗯? 嗯?已经准备开始炼丹的李长寿扭头看了过来,发现师叔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,嘴里还在喃喃着梦话。 呈现之后,先驱无垢,小师叔的中长发,常年不达理,也是丝丝顺滑,乌黑光亮。 只是扎了个简单氛围变的他,没有首饰,不失粉带,给人的感觉竟是那般简单纯彻。 睡熟后的小师叔当得机遇负宁之,心轻神剔透这般形容。 可惜,醒着的时候就太跳脱了些。 摇头一笑,李长寿亲手亲脚走去了丹房之外,观赏着自己在阴阳鱼造型的池子中养的那些小鲫鱼等久久小气醒来。 毕竟自己是有囚鱼人,借助久久精纯的先例来练丹,总不能对小师叔太过苛刻。 两日后,练完了丹药,李长寿暂时封了丹房,竟开启了丹房附近三里内的阵法。 带送走久久后,他又去找灵娥叮嘱自己要闭关之事。 这次闭关,李长寿就是要将三昧真言的火种正式凝成,差不多也要半年的时间。 正身着宽松练功夫,在柳树下研究撒药技巧的灵娥顿时有些纳闷。 师兄,你这次不在单房那边闭关吗? 修行三昧真言容易炸房,李长寿笑道,我稍后会弄一只小木筏,去湖中闭关,这样会稳妥一些。 灵娥轻轻眨眼,有些欲言又止。 李长寿放了几只瓷瓶在他手中,叮嘱他每瓶丹药的用法和用量。 心底不断思量之下,小灵娥还是小声问了句, 师兄,三昧真言不用藏吗?这法术不是很厉害吗? 李长寿随手敲了下师妹的脑壳,自然没有什么力道。 两人虽面对面,李长寿还是用传声之法,细细解释道, 这几年刚停了授课,你就将我教你的都忘了。 三昧真言是久屋久久的师尊赐下的,故意藏起来不用,反而更会让人起疑。 虚是旁人想不到,猜不到,不会根据你平日里展露之信息联想到的,才算是底牌。 而非丹丹以威力大小来论,灵娥吐了吐舌尖,低头乖乖受教。 李长寿又拿了两支瓷瓶出来,传声道,这两瓶丹药放在师父门前,这是给师父炼制的仙丹,有化着反清之功效。 你可别偷尝,会被仙丹的药力称暴。 灵娥顿时一喜,那师父,吃了,岂不是能? 男,李长寿摇摇头,轻叹一声,朝着灵中漫步而去,准备制作接下来要用的小木法。 兰灵娥打开玉瓶闻了闻,一股精纯的元气扑面而来。 他轻轻吸了一口,整个人都有些头重脚轻,晕晕乎乎地回了自己屋内,连忙打坐修行化解药力。 李长寿见状轻笑了声,找了一片老铃,挽起袖子,开始大干一场。 两日后,什么动静? 刚打坐醒来的兰灵娥起身从木窗看了出去,小嘴一张,轻呼了几声,漂亮的额头满是黑线。 我稍后会弄一只小木法。 脑海中回想着师兄刚才的这句话,再看看湖面上刚下水的那艘五十丈长简陋大楼船。 蓝灵娥忍不住拍了拍额头。 师兄对大小二字有什么误会吗? 蓝灵娥低头了看了眼自己练功服的曲线,嘴角轻轻抽出了下。 臭师兄,果然! 被久久师叔带得失去了正常的大小标准。 其实,李长寿并不是一个注重享受的人,在制作一些小玩意的时候,他更注重实用性。 小木法只是木材简单拼接而成,没有什么禁止,就制作难度而言,确实算是小玩意。 闭关之所在,必须有简单的市井阵法,隔音阵法,防探查阵法。 而为了摆放,隐藏这些阵法的阵机总归是需要一些空间。 除此之外,他还有一些小设计。 两层高的楼船总共有七个相同大小的房间,每个房间都是互通的,都摆放了一只座垫。 稍后自己闭关,开启周遭阵法后,还会在各个房间摆放几个纸人。 若有人触动阵法,这些纸人上的禁止会立刻被启动,化作他的身形,足可以假乱真。 简直是防暗算必备良品。可惜,这般设计还有些不完美,还有七分之一被刺杀的几率。 灵鹅,我现在就开始闭关了。 得了李长寿的传声,蓝灵鹅赶忙走到门前,对站在楼船上的李长寿挥挥小手。 李长寿双手结印,小木筏上一层层阵法开启,将下方的湖面遮起了一大片区域。 小木筏也在一层层光膜之中变得模糊了许多。 少请,水面上出现了少许白雾,蓝灵鹅也看不到师兄在何处了。 李长寿挥个房间放了纸人,又悄悄到了一处偏僻的仓室,在角落中摸索了一阵,打开一个暗阁,下方便是清澈的湖水。 掐了个法印,施展幻形术,化作了一条鲫鱼,毫无声息地钻入水中,朝着同样被层层阵法笼罩的水底盾去,只留下了七只纸人躺在各处仓室。 之所以把木筏搞得这么大,主要是想让这几层阵法能够笼罩住水下。 而下方就是李长寿的第三闭关地,师父当年带小灵鹅上山那次,他就是在此地闭关,将幽冥冷火凝炼到了小城。 五行水克火在水底修行火法,其实是防火器汇聚过多引起自爆的绝佳手段。 就是,原本绿树茂密的小穷风突然突了那么一小片,东海,水晶宫,大胆熬夜。 竟敢口出狂言,目无尊长,犹辱无族之威,诋毁无族之容。 你可知,你可知,这是何等罪责。 空旷的二太子殿中,龙族少年敖蚁被一条条锁链捆在了铁柱之上,紧紧闭着双眼,耳旁一息回响着荡日一声声的怒骂。 他嘴角冷笑着,忍耐着背部的刺痛,目光却始终如荡日那般坚定。 敖蚁现在只觉得,这水晶宫十分荒谬,且无比的可笑。 当他站在那日庆宫宴之上,面对着一直在眯眼装睡的父王,说出那句, 孩儿想拜师渡仙门,修行三教圣人法。 那一张张震惊,不敢置信,又迅速扭曲的龙手面孔。 那一声声大逆不到,龙族之耻,不知所谓的怒骂。 那些龙族高手抱勇的气息,将他这条刚满十岁的小龙几乎当场压扁。 当日骂自己的,尽皆是父王的兄弟,或是更老的老龙,他们有资格骂自己这个子职。 而那些海族大臣,以及飞龙王血脉的龙族将领,一个个不敢出声,却都在用眼神对他输送鄙夷。 去拜圣人门庭,会被算作大逆不道,外出拜师修行,会被当作龙族叛逆。 这可笑,当真可笑,可笑至极。 敖蚁经不住破口怒斥,那张清秀的面容上满是痛苦。 他背后的铁柱泛起幽冷冰寒之力,一根根冰刺扎入他白尽光滑的脊背,让敖蚁疼得浑身乱颤。 但他目光依然清明,其内的坚定丝毫没有消退。 片刻前,龙母刚刚离开,苦口劝他早日认错。 我儿,我族之法可是不够学来用,我族之宝可是不够你拿来耍。 为何非要去做这般荒唐事,还要当着那么多族内淑白之面,言说这般荒诞离经之话? 你想去拜圣人门庭,你可知圣人门庭除雀结教之外,尽皆不收龙族子弟。 那产教的老爷当年更是收了一条野种聂龙做弟子,借至宝,将咱们龙族最后的气运都包去放在这聂龙身上。 这般羞辱,族内如何肯忘卷? 我儿啊,你是被谁获了心? 母后的这些话,熬已如何不知,又如何不小气真假。 产教十二金仙之一的黄龙真人,明明是祖龙血脉,当年只是重伤,物落昆仑山,被尚未成圣的三清养在了院中,做了三清老爷家的观赏龙。 上古圣人未出时,龙族以此为耻,与黄龙真人断绝往来,将黄龙真人在龙侧除名。 后三清老爷成圣,龙族拉不下脸皮,去巴结黄龙真人,反倒开始在族内转了风言风语,贯之以野种骂名。 所谓圣人门庭,不收龙族子弟。 三清成圣后,一群龙族高手带幼龙前去金敖岛拜师,对圣人倒是恭恭敬敬。 但一听,收徒门槛最低的通天教主,且只是让龙族最优秀的弟子,败入圣人弟子门下。 而非直接拜师圣人,龙族高手们转身回反,觉得圣人有意羞辱。 什么是荒唐? 这才是荒唐。 敖以浑身轻颤着,背后的铁柱光芒渐渐弱了下去。 我,敖以,必须撑下去。 只有他这个龙王二太子,彻底放低姿态,去拜师三教先宗之中,排名中下的杜仙门。 哪怕是在杜仙门之前常跪不起,进去做一个寄明弟子,才能打破龙族这无谓的骄傲,才能撕碎他们这扭曲的自尊。 若这些羞辱还不能打醒难罪的龙族,那他就去凭圣人之法,站到万灵之点。 到那时,他要来问一问这些远古之尊。 什么? 才是龙族的出路? 吸一口气,嗷一张口放声疾呼。 放我出去,我要见父王,我要去杜仙门拜师学道。 殿外,一群侍女眼泪汪汪的,俏丽的面容上写满了心疼,但他们却被仙骄兵阻拦,无法靠近二殿下半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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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床 前几条 钙 转ро 曲 轮gon 钙 鱼